每年的四五月份都是冬虫下草的采摘和销售旺季 新鲜的虫草价格每千克超过了十万元 而甘品更是贵的恋人责舍 价格如此昂贵 一是它的产量低 二是大家都相信这虫草的保健疗效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长期使用冬虫下草可能会导致重金属深超标 金快报记者查阅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了解到 今年三月八号 该网站发布关于停止冬虫下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的通知 另外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今年2月27号还发布 这四种保健品不保健千万别花冤枉钱了文章 其中第一个就直指冬虫下草 官方指出 冬虫下草属中药材不属于药食两用物质 有关专家分析研判 保健食品国家安全标准中 深限量值为每千克1.0毫克 而检验的冬虫下草 冬虫下草粉及纯粉片产品中 深含量为每千克4.4至9.9毫克 长期使用冬虫下草 冬虫下草粉及纯粉片等产品会造成深过量摄入 并可能在人体内蓄积存在较高的风险 其实啊 这个近年来冬虫下草市场的一些乱象啊 包括一些推销员夸大其词 这才使有关部门痛下决心啊 嗯 这虫草应该说在这个三四十年间 这个身价倍增 增了多少倍呢 有人算过8000倍 这个在60年代 当时虫草也有 它一直就是中药的原材料嘛 有人说这个虫草一公斤可以换多少呢 两包烟 而且是当地很便宜的那种烟卷 那么现在一千克虫草 那是十几万元啊 所以我在说这个虫草这种天价的 这种8000倍的增长 背后我们才明白 其实不但没有营养价值 反而是有害的 这个背后的原因 其实都是数以千亿计的药企的市场的一种博弈 那么它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乱象 为什么会把一个无价有害的东西捧上天 我觉得第一是一种我们法律的学识 第二对一个产品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监管的漏洞 让在利益面前的失语 所以我们现在眼下 我们知道虫草你不是神药 那么我们更关心除了虫草 还有哪些神药 可能是偏局 那很显然东虫下草的乱象 已经到了这个不得不整治的地步 那石耀坚总局的决定 能否杜绝虫草市场的乱象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其实我们也继续没人